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1月5号星期五 不好意思 又说错 日航撤离着火飞机 花了18分钟了 远远超过了规定的90秒 所以日航到底是成功 还是日航无能的 反正现在满网都在吹 说大日本航空公司牛逼 18分钟成功撤离 一个人都没死 简直这是什么日本人的骄傲 这充分显示了日本人多么的手机率 然后按规则 我看了这个之后 其实当时我心里就觉得 这就是怎么说 反正这事发生在日本了 大家都在帮日本吹牛逼 正好一个人都没死 这事要发生中国 他们骂死了 18分钟了才能不能撤离 然后说实话 我看完之后 我都不敢说这事 我就怕挨骂 所以跟你说清楚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华尔街日报说的 华尔街日报今天发了一篇文章 说它的原标题是 说撤离日航着火飞机 花了18分钟 他说这是一个成功案例 还是应该是一个警示事件 他画了一个问号 所以华尔街日报 来质疑这件事情 我们来说一说 好不好 我躲在他下面 要不然这里被骂死 因为现在全网 真的基本上全网 都在吹日本人多牛逼 说日本人 日本航空公司 为了能够快速撤离 为了乘客的安全 平常训练 有多么的刻苦 多么的努力 我一看18分钟 我的话都快吐出来了 胡扯吗 这帮人真的 见了日本 就简直就是 出什么事都会上去舔 不舔两下 他难受 你知道吗 就见人 真的是见人 我告诉你 真实情况是 日航失火飞机 全员撤离 花了18分钟 是远远超过了 飞机试航认证测试 规定的90秒 真正的规定 应该90秒内 全部撤离 这个巨大的时间差距 成为了全球航空业 现在都不愿意 面对的一个事情 很多航空业者 反正有的人在吹 在吹日本 有的人其实不想说话 也是担心的被骂 我告诉你 空中客车 在进行飞机试航的 认证测试时 需要证明 A350飞机 可以在90秒内 完成人员撤离 必须要证明这一点 这样飞机才能够 迈出去 才能够正式 上路去起飞 就跟 你看我们开了汽车了 我告诉你 你在市场上 你只能买到这辆汽车 这个汽车 必须要经过什么美国的安全认证 或者欧洲安全认证 NCAA安全认证 如果不能够经过当地的安全认证的话 这辆汽车你是不能合法买到 这辆汽车是不许合法上路的 你懂吗 而90秒内完成人员撤离 是飞机能够出售 能够正常的去营运取飞 是必须要达到和完成的 如果达不到的话 这个飞机不许卖 不许启航 没有通过安全认证 那么在日本的撞击事故中 直到最后一名机组人员逃离飞机 整个撤离过程 发了 花了约18分钟 但是幸运的事 非常幸运 为什么这个事 大家还能在吹日本 因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如果比如说死了一半 你还能吹吗 就没啥吹了 非常幸运 为什么呢 因为在全机人员安全撤离的10分钟之后 飞机才发生了爆炸 大火烧了6个小时 最后飞机被烧成了一堆灰烬 也就是说 如果他们用了半个小时撤离的话 那有人就烧死了 那他们很幸运 他们只用了18分钟就撤离了 在等于是28分钟之后 这飞机就爆炸了 如果再晚10分钟就爆炸了 那可能就完 那死的人就多了 那他们很幸运 虽然没用了90秒 但用了18分钟 那这个幸运到底是他们够快 还是飞机爆炸的够慢的 这个没法说 反正运气好 这个飞机隔了28分钟才爆炸 在东京羽田机场 日本调查人员开始检查 日本航空公司被烧焦客机的残骸 这个客机的周二 与海上保安厅的飞机相撞之后 起火 所幸就是机上全部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对抖 得理的逃离 他们这家大飞机上没有人员的死亡 但是事发当时 海上保安厅飞机准备起飞 前往地震灾区 撞机之后发生爆炸 海上保安厅飞机比较小 这个飞机上只有六个人 这六个人五个人都死了 只有开飞机的机长跑了 跑了没死了 但这个事机长其实是有责任的 是有责任的 有责任没死了 剩那五个冤死了 18分钟的时间 从客机与一架海上保安厅商业的那一刻开始 所以正常来讲 这个也不能够算作是18分钟撤离的 那应该算多长时间 那现在目前不清楚这架A350客机 用了多长时间停下来 但通常来讲 相撞之后 一般就几十秒就停下来了 通常不会用一分钟的 也不清楚正式的疏散令是何时发出的 那按理说 相撞之后飞机一停下来 就应该马上疏散 这是按照规定制度来讲 但是根据乘客的描述 机组人员大概花了三分钟的时间 才能明白哪个出口门能打开 都见了鬼了 三分钟才搞明白 就是说哪个门顺时能打开的 然后随后所有乘客和机组人 花了十多分钟的离开分析 那现在基本上认为 就是说相撞之后 那么不到一分钟 这飞机就停来了 所以四五十秒 飞机就停来 停下之后 按理说应该是在十五秒之后 就发出的疏散令 但是发出疏散令之后 等于也就差不多 应该是十七分钟 或者十六分钟 或者十六分半 这个时间才安全撤离 那么前面用了三分钟的时间 去确定哪个门能打开 后面用了十三分 三十秒到十三分 五十秒的时间 才全部撤离 而这个速度来讲 简直是不能接受 这是一场灾难 一场灾难 为什么说一场灾难 咱们拿2019年五月的 一起空弹事故做比较 当时一架俄罗斯制造和运营的 苏霍伊超级100型飞机 在起飞后不久遭到雷击 不得不紧急迫降 飞机在迫降工程中 撞击地面 导致起头架折断 飞机燃油泄漏 至飞机的尾部起火 尾部直接就起火了 那事件当时 因为他直接就 就叫朋友在机场了 机场当时有这个避免电视 视频显示 乘客用了大约70秒 只用了70秒时间 从机舱去疏散 飞机上有78名乘客 和机舱人当中 有37人生还 其余人在大火中的丧生 因为为什么 就是70秒之后 这个火灾就涨上来了 按理说应该90秒撤离 但是他们稍微慢了一点点 78个乘客和机舱人员 最后只有37个 37个的话 那就是差不多就一半 有一半的人 还不到一半 不到一半 但非常仅仅一半的人 就在70秒内撤离了 剩有一多二人 没能撤离就死 就死掉了 从飞机从迫降 到最后着火 只有70秒 你懂我意思吗 那你要明白一点 他飞机迫降了之后 他还需要点时间 去开门什么的 你知道吗 但是70秒之后 回到长人来了 所以70秒 37人撤离 按照这个速度来讲 这个速度 当时来讲 还算是可以的 而且主要当时倒霉 就是说飞机后部 到逃生滑梯 无法使用 因为后部直接起火了 都已经从前面走 导致了 就前面人能够紧急出散 后面人来不及了 所以后面人都得烧死了 明白吗 所以这就是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 美国欧洲的监管部分 都要求90秒撤离 这个时间给你的 是有原因的 你懂不懂 要求你90秒之间 能够撤离 日本航空公司 在做安全训练的时候 全部都是90秒撤离的 美国 欧洲也都是要90秒撤离的 最后你18分钟才撤离 幸亏这飞机 是28分钟之后才爆炸 这飞机要是9分钟爆炸 那估计就死一半 那就死一半 如果像俄罗斯这个飞机 这样70秒之后就爆炸 就起火的话 估计它三分钟 还没找到门怎么开 你懂吗 所以这个飞机 只要是在三分钟之内 爆炸起火了 这一飞机的人全死光 一个都活不了 用了三分钟时间 它把门都打开 它怎么样 哪个门能走 你懂吗 按理说90秒 应该撤离 撤离结束的 2020年 美国政府的一个监督机构 发布一份报告 回顾了2009年 至2016年间 美国发生的科技事故 报告发现一系列因素 导致疏散时间 实际上是达不到90秒的 这个要求过于苛刻 那么真实的情况下 大多数情况下 会比90秒再延长2到5分钟 所以90秒差不多是1分半钟 如果2到5分钟的话 也就是说3分半到6分半 也就最晚最晚 通常的话 一架飞机 说90秒 按理说是严格规定 但是通常 实际上需要3分半钟 到6分半钟 也就是4分钟到7分钟左右 我们再多给它几十秒 就是4分钟 7分钟左右 就这个完 那么4分钟 其实就已经不能接受了 7分钟是最慢的 这是美国2020年机构 发布报告 就7分钟全部撤离 这已经非常非常慢了 这就不能接受了 你知道吗 这就是实在是 其中的包括什么 机组人员和飞行人员的 决策失误 乘客在听取安全说明时 没有集中注意力 没有丢下所有机舱行李 以及在疏散过程中 还使用手机 所以导致最后 就是90秒撤离不了 多数情况下 都要再加个2分钟到5分钟 但是18分钟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你再加个2分钟 再加5分钟 你这加了多长时间 你懂我意思吗 就算你16分钟 你16分30秒 你等于多出来15分钟 这真的是莫名其妙 大家不能接受 日行平常是怎么训练的 怎么会一下 多说这么长时间 所以就是说 但是就是说 华尔街日报说 他们采访了一些人 但是目前仍不清楚 为什么日本航空的机组人员 撤离时间 竟然花了 就是说16分钟 17分钟 怎么会花了这么长时间 不太清楚 但是他们认为了 这个事应该要引起重视 引起警戒 而是要做这个 对于调查 不能用的全都在那儿跪舔 除了这么大的问题 这么大的纰漏 不要说90秒 十几分钟才撤离 三分钟才打开门 这是飞机给面子给脸 28分钟才爆炸 这飞机要不给脸 两分半钟爆炸 你们不都死光了吗 你们门都没开开 对不对 出了这样的事 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 这个应该要进行调查了 全球航空的话 不能够对此视而不见 这是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和纰漏 这显示日航的训练非常的无能 非常的糟糕 怎么会用了十几分钟才撤离 那么后面的我想应该会成立的独立调查组 对它进行的 据说有法国专家也过去了 就要整个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 到底为什么 怎么回事 出什么事情了 那么代表多家航空公司 空服人员的工会 空城协会的国际主席 Sarah Nelson说 她说90秒规定的存在 是有原因是有道理的 那么因为一架飞机 几乎都是在几十秒位就被烧毁的 一旦出了事情 就几十秒就着火 90秒是给你的一个极限时间 你不撤离可能就要死掉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的合理 而且这个是全世界公正的一个道理 美国航空管理局 FAA和欧洲的航空安全局等监管机构 制定的线角标准 全部都是要求飞机制造商能够证明 在模拟现实生活的环境之下 乘客能在90秒内撤离 空乘 空客的所有飞机 由欧洲航空安全局认证 通过这个认证的话 就是说 他们都是经过测试的 都是可以90秒撤离的 不能够90秒撤离的话 是不能够得到美国航空管理局 和欧盟的航空安全局的认证的 这个就是现实情况 这个其实不仅仅是美国 或者是欧洲 是全世界都如此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标准 但是差太多了 真的差太多了 我知道很多中国人都在吹日本 那么他喜欢吹 但是说实际上我就觉得 有的东西是可以吹的 有的东西你能不能就别说话 你懂我意思吗 有一些的就别 你生个大胖儿子 对不对 生个大胖儿子 那胖儿子胖的就已经 你知道吗 200多磅 60厘米高 200多磅 都已经胖成那样了 然后卡在门上出不来 生了病了之后 离老叼车架上去 你看来 你看你那大胖儿子 生的真可爱 就其实可以不说话 这种时候 你懂吗 可以不说话 可以不说话 所以就吹 就是说你要找到吹 有的东西 你吹领导也是 有的人吹领导 他能接受高兴 有的吹的领导 都他妈尴尬了 领导觉得你是干什么 你是成心是不是 你懂吗 这个拍领导马屁 也要会拍 你知道吗 这马屁不能拍在马腿上 你现在这拍日本 真的就拍在 拍在哪 拍在马蛋蛋上了 你知道吗 拍蛋蛋上了 大瓜 尴尬不尴尬呢 真的 我都不知道 我看 反正日航不尴尬 你也不尴尬 你们都不尴尬 我尴尬 好吧 然后再接着说 这些测试 在认证过程当中 是成本的非常高的 这些测试 但是也是非常关键的 安全的一环 所有空客和波音的飞机 他们都进行了这种测试 才能够正常的上路 才能够去运营 才能去卖 他们从公众当中 会招募数百人 就几百人 因为他的飞机 都能坐几百人 他们会招募几百人 来扮演机上的乘客 那么按照 美国航空管理局 和欧洲航空安全局的认证 要求这几百人当中 至少要40%的是女性 女性不能低40% 你不能都是大小伙子 一个妈跑到很快了 那不行 要40%是女性 然后要求35%的 年龄在50岁以上 然后至少15% 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女性 还必须带有三个 真人大小的玩偶 来模拟两岁 或两岁以下的婴儿 那这些条件 是必须要满足的 这不是一个最高 这是一个底线要求 这些东西不能满足 对不起 您的飞机不许卖 安全 不能得到安全认证 不能得到美国航空管理局 和欧盟的航空安全局的认证 不能得到认证的话 你的飞机不许销售不许上路 不许正常运行 这是一个底线 我跟你说是一个底线 这个不是一个高要求 这是最低要求 达到这个底线之后 你才能卖 你才能上路 达不到的话 返场 从休息 您再去想办法 然后机舱内的行李 毯子和枕头 必须要散落在地板上 来制造的轻微障碍 就是说你在测试的过程中 一定会把这个东西都散来 导致你不好跑 机舱内的道明 必须调案 以模拟灾难性事件 发生时的状况 飞机上只有一半的出口 是可以使用的 就是说你撞了飞机 撞了之后 你只有一半的出口能使用 你不能说我都能使用 那让你跑得快 因为撞了之后 有可能导致一些门打不开 所以有一半的门 必须要锁死 不能开 但是我不告诉你们 就是做模拟试验的时候 你们在里边之后 安全局的人会来 他会随意的锁死一半的门 然后你会发现打不开 或者不能使用 或者怎么样的 你懂吗 那么对于A350来说 意味着八个出口当中 有四个都不能够使用 而且乘客不会收到 关于任何疏散的警告 那么之前你不许教他们 怎么回事 要到了现实情况 现实去去交 然后能够反映的出来 所以这就是美国航空 航空安全局 和欧盟的航空安全局 他们的规定 好吧 要满入这个规定才可以 但是周二 东京雨天第一场 这次输散 只有前部的两个出口 和后部的一个出口 最初被认为是安全的 比认证测试中 可使用的总出口 少了一个 这个也是事实 少了一个 就现实情况 最后它是八个门 最后只有三个能用 有五个都 都用不了了 但是对它那是90秒 我让给你30秒 你懂我意思吗 你不能搞到十几分钟 另外这用于日航 国内航线的飞机的客舱座椅 布局非常紧凑 可搭载391名乘客 而标准座位数为300到350个 这个就有问题了 就是说 如果你391个超载了的话 那么你日航在干什么 要钱不要命 对不对 那你已经超载了 我说实在的 如果我们出去开一样出租车的话 为了出租车 应该比如说 核定载人是五人 除了出租车司机之外 另外再四个 你车上坐了八个 这警察来了能不管吗 该开罚单 该开罚单取消他的出租车 这有的时候 你过于夸张之后 警察直接就把你这出租车的 这个执照给吊销了 你就不许运营了 你哪有这么胡搞的 你懂我意思吗 你就安全隐患的 那你日航这391个 到底是能上还是不能上 如果不能上的话 那你日航在干什么 草原人命吗 为了多卖几个座位 这是什么 要把大家害死的节奏吗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吗 我看不出来 我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是允许391个的话 那么你也到90秒之内 要能撤离 如果不能撤离的话 就不能载这么多人 因为孩子的话 这个安全标准是一个底线 是他们一底线 你知道吗 这不是一个考100分 这是一个60分 这是一个及格的底线 如果不能及格的话 就不许运营 你明白吗 那么你日航平常干什么去了 对不对 你到时候来点说这个 然后英国航空公司 A350击队 他的内饰开发团队的领导者 机舱设计专家 Christian说 他说周二的这次成功的输算 完完全全归功于 我们公司对A350的设计 以及用于阻止火焰 在飞机全面漫年的 严格规定和措施 他说设计认证材料 以及从以往的事故中 吸取的教训 这些都能为你争取 更多的疏散的时间 这都是我们的功劳 这个Christian他说 他说这个事件 现在是发生了 有些人有一些争论 但是他认为 这个事件 你可以从两个角度 来看待这起事故 一 当然有些人质疑 就是说 为何花了如此长的时间 来疏散 他说18分钟 是不可接受的 对不对 他说这个是事实吗 是事实 但是你还有另外一个角度 你这个角度 还就太悲观了 有一个悲观的角度 还有一个乐观的角度 乐观的角度 就是18分钟 的确耗时太长了 但是机上的所有人 都得救了 为什么 每一起事故当中 火势在飞机上蔓延素 都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的飞机 实在是太棒了 由于我们团队的设计 导致A350 在阻止火焰 在飞机全面蔓延当中 展现了一个 非常的标准 虽然日航的人员 18分钟的撤离 时间太长 但是由于我们的功劳 我们的设计和努力 导致这下飞机 用了28分钟才爆炸 并且着火 所以 虽然日航的机组人员 应该得到谴责 但是我们应该得到表达 你要脸出来 英国航空公司 那时候来抢功劳 通过贬低别人 来抬高自己 怎么 30分钟了 好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 当然 他通过贬低 英国航空 通过贬低日本航空公司 来抬高自己 这是事实 但是你也说 如果不是人家设计的话 如果不是28分钟 才爆炸和着火的话 如果三分钟着了 这379人还不得最少死300个吧 三分钟了还没打开门呢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 这个事故的疏散演示 在1965年 盐湖城空难发生之后 开始推出 就开始大家意识到了 这个必须要有一个快速疏散 从65年开始 那么上一次对疏散要求 做出更新的是2004年 就是为什么建立这标准 主要是基于1991年一起事故 当时一架波音737飞机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降落时 与一架等待起飞的小型双窝轮 螺旋桨飞机相撞 事故造成小飞机上12人死亡 这每次大飞机撞小飞机 小飞机都最倒霉 你看这大车撞小车也是 大车还好 小车都死光了 就这样没办法 当时那个小飞机上也是12人死亡 这次相撞之后 也是小飞机上6个人死了5个 那么737飞机上的89名 机组人员和乘客中的 有23人死亡 大多数遇难者是在等待撤离时 因为吸住能烟致死的 就是虽然没着火 但是由于有烟进来 你撤离速度太慢之后 他光吸烟都会呛死 活活呛死了这样的人 你懂吗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 就是说为什么让你90秒撤离 这个是有原因的 是通过多年的这些事故吸取来的 为什么美国航空观点局 欧洲的航空安全局 全部都是这种要求 这个是有道理 是多少年的历史教训 你明白吗 那么你十几分钟 你16分钟 算你16分钟 17分钟撤离 这是不可接受的 这个时间太长了 那么当然很多人都在吹 说这次多靠了日本人 如此的精精一业 小心翼翼 我只想说一句话 如果日本人真的向你们吹的 这么牛逼 这么精精一业 这么小心翼翼 这么努力工作的话 这两个飞机他妈不会撞上了 你懂吗 这两个飞机不会撞上 我们来看看这飞机撞上 造成原因 根据日方主管当局发布的 机场空管人员 与两架飞机驾驶员的对话记录 出事前日航的班机 已经获得降落在C跑道上的许可 允许它降落 机长和空管人员反复确认 没有错误 但是空管人员给小飞机 驾驶员的指令 是在C跑道的5 停机位置上等候 并没有准许 小飞机进入C跑道 而小飞机的驾驶员也予以确认 就重复了 嘴上也重复了空管人员的指示 他们是这样 就是说我给了你一个指示 你确认收到 然后并且重复一遍 让我知道你没有搞错 那么通过对话记录来讲 他也确认了 但是小飞机没有按照指示 在C5位置上的停机等候 而是继续滑行 直接进入了C跑道 那么在这来讲 这个小飞机的飞行员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人家叫你不要进 你不要进 在那等候等候 你重复的说 好我等候 然后你直接进入了跑道 这是他妈在干什么 做死呢 是吗 所以小飞机的驾驶员 有责任吗 有责任 三个方面 小飞机驾驶员 空管人员 还有大飞机驾驶员 这三方面 这三方面 我跟你说 这三个人 只要有一个人 他妈负责任 这事都不会出现的 小飞机驾驶员 明明通知他 让他等候 他不等候 他进入了C跑道 这就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咱们再来看其他的 与田机场的空管人员 也有责任 为什么 小飞机不停指挥 进入跑道 到发生飞机事故 其中有一分半的时间 有90秒的时间 而空管人员 竟然没有发现 小飞机违规 进入跑道 没有发现 按理说 你应该随时监控 跑道的这个情况的 你懂不懂 你控管人 这是你的责任的 你的责任是干什么的 妈妈你在机场 你不监督机场的情况 90秒了 没有人发现 这个小飞机 莫名其妙 堵在跑道上去了 进入跑道了 没停在那儿 90秒了 没有人发现 如果空管人员 及时发现的话 会首先告诉小飞机 赶快撤离 其次告诉日航的飞机 不要降落 跑道上被人站了 赶快拉杆 再重新起飞起来 起来起来 再说 但是90秒 空管人员 没有发现 不知道空管人员 在干什么 可能在看小说 我不知道 或者在看什么 看苍老师的电影 在温习功课 咱们不知道 反正90秒 没有人发现 小飞机的驾驶员 莫名其妙开进去 然后空管人员 90秒发现不了 没有发现 一个小飞机 不停指挥开进去了 然后再上大飞机 大飞机架人 你降落的时候 跑道上停下飞机 你看不见 眼睛瞎 大飞机架人员说 说他出事前 他说我看了 我看到跑道上 没有人 没有 那么大一个飞机 你看不见 没看到 他说我相信 空管人员 跟我说 说跑道 没有障碍的说辞 所以也没有进行的核实 大哥你是开飞机的 大哥 你是开飞机的 我想起来一个什么 前两年 出了一个情况 不是 英国 英国有一个乘客 带着他一个朋友 两个人 就是开车 开车之后 就看着导航 导航车这么开 然后俩人 从那桥上 直接开到河里去 就冲到河里去了 然后老了老了来 就这样来没死 问他你为什么往河里开 他说导航说 Google map说 不是Google map 不知道哪个导航 别怪Google map 但反正是导航说的 导航告往前开 妈那你瞎呀 那那 妈往河里开呀 导航要是往墙上撞的 你往墙上撞吧 是不是 就是说 你就觉得 你说这仨什么玩意儿 小飞机的那个 那个飞行员 告你不要进去 莫名其妙的开进去 空管人员 他那小飞机 开进了90秒 没有发现 大飞机往下降落之后 连跑道 连他妈看都没看一眼 就直接就冲过去了 所以呢 我就说 我就说 就是说日本人 真的像你们说的 如此兢兢业业 小心翼翼 这么认认真正工作的话 我说这仨人 稍微有一个 稍微负责任一点 也不至于撞上 真的 这仨人有一个 那小飞机 如果负责任 没开进去 你就完了 如果空管人员发现了 告诉他 不要降落 赶紧拉起来 也撞不上 那个大的飞机 空管员告你降落了 你看 你说我能降落 那飞机上停着 啥让我降落 你怎么让我死呢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 好吧 我不知道这个事 有什么好吹的 这个事从头到尾 知道吗 就是一个混蛋 接一个混蛋 一个不负责任 接一个不负责任 一个窝囊费 碰了一个窝囊费 一堆的窝囊费凑一起了 就最后这个事变成了这样 都他妈撞上了 然后应该90秒疏散的 用了18分钟才疏散 用了三分钟才发现哪个门能开 哪个门能打开 三分钟才打开门 我说实在是真的 我们在此深深的感谢英国航空公司 A350 这个什么机内 这个内饰开发团队 感谢他们 由于他们的精英业业的设计 导致这飞机用了28分钟才爆炸 才着火 幸亏有他们 要是这飞机 要是真的5分钟爆炸着火 我估计这飞机379 我得死一半 这真的 你比如说人英国航空公司 人家什么 人家机舱世界专家 人家出来吹牛逼 人家腰杆硬 人家底气足 28分钟才爆炸 全靠我们 对不对 都是我们方向身上做的好 没问题 真的你就感谢人家 知道吗 人家如果 如果不是人家的话 你们得死多少人 你好好想想 至于那些 就是说只要日本出什么事 都吹日本的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 有的事能舔 有的事就别舔了 别什么事都吹 有些事丢人现眼事 假如没看见就得了 好不好 行吧 就是说 好吧 找个能吹的事 再吹 好吧 这些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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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